工作人員現場吶喊要大家拉開距離 有人才開始比出大自行 慢慢的退後 但有老人家抱怨 這一退擔心有人插隊 很怕領不到愛心雞腿便當 過沒多久又是人擠人的狀態 自備小椅子現場卡位 地上還有人拿水瓶 甚至是一根根的竹筷子 也算佔一個位置 前鎮這間廟宇每年定期發愛心物資 前一天23號發米焊油 排隊秩序更混亂 全部擠成一團 根本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就連排隊吵架 警察也在擁擠的人群中協調處理 為了領免費物資防疫拋在腦後 鏡頭換到知名手工的花生糖 排隊雖然改在店家旁邊的巷內 只有少部分的民眾記得保持距離 有點不妥 有點不妥 可是這個可以給我改善的空間很大 你可以跟店家 要請客戶配合 大家要隔開 要保持1.5公尺的距離 同樣排長長的人龍 還有準備換新鈔的民眾 銀行保全人員不時呼籲 拉開距離 一早排了50多人 寧願排得長 也要注意防疫安全 要稍微 大家都一定會隔開啊 防疫要做好 畢竟Omicron在高雄蔓延 做好防疫 保護你我他 才是安全上上策 TVBS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